港岛人民已经搞起了反极权的时代革命 我们背后的这个党啊 早就吓得瑟瑟发抖 派出大量特警公安去港岛 放纵他们像恶狼一样去斗 释放大量有毒催泪弹 无恶不作 把港岛搞得乌烟瘴气 要让港民感觉到警察都像瘟疫一样 令人害怕闻风而逃 但事与愿违 港民革命的烈火越来越旺 国际社会都在声援港民 党的政权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没想到真的瘟疫爆发了 这些闹革命的港民就算不怕死 也害怕传染给别人 自然而然对时代革命的集体活动 可不公而散 可港岛人都叫我关上各大关口防病毒 但我们只能按上面的意思 缓一缓 不过啊 这病毒进来了 我们这些亲共团体也跟着遭殃 我也不得不蒙面戴上口罩 幸亏蒙面法没有成功 我 我 我 报告干手 报告干手 我 我 我 放肆 不敲门就闯进来 什么是如此惊慌失措啊 我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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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这天要塌下来不成 他们一百万两百万人上街 天也没有塌下来 我们狂人吹泪弹 射眼睛 暴力打人 杀人 开枪 围攻学校 上演了这一幕又一幕的土匪行动 把坏事做绝 这天 还是没有塌下来 还有港民看不到的 大量海上服务师 和那楼上抛尸 都是我们干的 最邪恶的事 我们警方都干了 这天 不照样好好的吗 这文艺来了 当于我们这些体制内的人 都享受了最好的防护和医疗 这天一时半是变不了的 我上次 我带人民导回港民死难者纪念灵堂 我莫名其妙摔倒了 头破血流 裤腰带都断了 提着裤子跑回家 都吹 吹 吹 吹傻了 这次 看到那几个字 也莫名其妙摔倒了 什么样的几个字这么可怕 我们用尽了暴力 没有吓到他们 他们就喊一声 天灭中共 倒把我们吓个半死 你说这还不可怕吗 我们的公开身份都不是共产党 要灭就灭吧 可是 我们与公匪捆绑在同一条贼船上呢 就是 公匪的帮凶啊 还不一块被倾诉 暗忙 什么公匪 什么帮凶 狂头警察 怎么敢如此骂我党 我党给你数出金钱美女 邀请你去参加我党的大阅兵 给你多大的面子 目的 就是要你为我党卖命 顺从于我党 你胆敢吃党的饭 砸党的锅 在背后 骂我党 真理部 真理部是什么玩意儿 一头畜生 刚说啊 我们与公匪腐败的事 怎么这畜生都知道啊 这头畜生看起来 又好像一头魔鬼 一手拿镰刀 一手拿斧头 然后又不见了 这 这里好恐怖哦 这是党的真理部在跟我们训话呢 你刚才一句话中就说了 贼船 共匪 帮凶 这几个关键词 所以真理部就跳出来要教训我们 这要是在大陆啊 就得坐牢啊 什么真理部啊 这像是在装神弄鬼 看起来好恶心哦 刚说 我们是不是已经被魔鬼捅着了呀 放肆 这 这 什么魔鬼 怎敢如此对真理部顶嘴 哈哈哈哈 难道看不惯我这披着羊皮的战狼形象吗 看来光头警察 有点桀骜不驯的样子 我要启动按钮程序 好好教训你 让你体会一下凡乡倒归的滋味 别别别别别 光头警官可是非常得力的暴力长官 看在他一枪射中救援人员的眼睛份上 就劳他一回吧 好吧 看来光头警察对真理部 还不太了解 看你的一股邪劲 倒符合我党的要求 我就给你亮底牌吧 真理部 为了把我党的邪恶意识 输向全世界 就必须控制人们 因此 就秘密制定党的盗窃计划 窃取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为我党打造出来一系列高端产品 这就可以让我党和我们的真理部 真的可以达到装神弄鬼的境地 真理部它存在于无形中 无处不在 它可以听我们窃窃私语 可以查看每个人的各种网络活动 了解人的思想动机 查看你的私生活 甚至了解你包了几个恶乃 还可以控制人的思想灵魂 可以对人民的精神和肉体进行疯狂摧残 包括我们港岛人民 让他们在各种恐惧和折磨中 使其最终不得不臣服于真理部 哦 明白了 那 但是还是不明白 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 叫伪造部好了 为什么叫真理部 我党信封一句名言 谎言重复一千遍 那就是真理 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时间 已经运用的非常成功了 过去搞阶级斗争 要想打倒一大批人 我们就灌输阶级斗争的谎言 要天天讲 月月讲 年年讲 用谎言 哼 把人们控制的没有理性和人性 让他们人斗人 连自己的父母都会毫不留情 谎言 成为我们治国的第一法宝 后来 哼哼 我们越发嫌熟 在高科技和大批五毛党的努力下 谎言只需要说一遍 就可以颠倒黑白是非 把谎言变成真理 所以吧 我们随便放个屁 都有人说是香的 都可以成为真理 你说这不叫真理部 还是什么呢 可是 可是这里是港岛而已 这里的人民没 没有被你们真 真理部洗脑 谎言重复一屋一万遍 恐怕也都成不了真理吧 看 看到你羊羊皮下这副嘴脸 真恶心 呜 我要发呜 哇 我也恶心透了 哇 哇 莫非 我们都感染上了病毒了 新病毒这么厉害 我也担心呐 哈哈哈哈 不用担心 就算你们被感染了 我党也是有解药的 凡是我党的人嘛 或者是党的利益者 也就是包括你们啦 都可以得到解药 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嘛 哦 那我们就放心了 哦 现在 看你的这身羊羊皮挺合身的哦 这头畜生的恶狼形象看起来 也不感到恶心咯 快把解药给我们吧 有个中国专家在央视说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死亡患者 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叫大家对这场瘟疫放心 那 我们已经是老人了 怎么能放得下呢 快 快把解药给我们吧 要这老弱病残 都死掉了 也是被我党减轻经济负担啊 老百姓要死要活 咱们不管啦 但是 我们党内的人嘛 都不能死 你是我党一颗中药棋子 怎么能死呢 不过 这解药嘛 那 其实嘛 这个病毒 跟我党的原理是一样的 它又毒又狡猾 只有披着羊皮 才能透过人体免疫力的层层防御 一旦进入到人体 那就要继续的伪装潜伏 去感染更多的人 谁要知道羊皮下的真实身份 谁就可以制造解药 那到底有没有解药 零不零啊 世界上许多专家都发现了这个病毒是人造的 美国已经研发出解药 我党 很快就从美国偷来了解药秘王 并强先申请了专利 可是 这病毒不断变异和膨胀 不仅攻击老人 也攻击轻壮严 现在 连跟他一样恶毒的党妈妈都不认喽 解药啊 疫苗啊 全都被新型病毒攻破 打了疫苗的军人全都倒下 他像驼江野马 已经不法控制了 这是我党啊 万万没料到的 啊 看到你羊羊皮下这副嘴脸 真恶心 在这危急的时刻 我们中南海 夜场空城祭 都跑出去疗养肚灾了 我党利用红十字 卸取了更多来自全世界的大链口罩 还有各种医疗用品 救济金 都用来献满足我党和体制内的人 要不 这大小官员都跑光了 那这党不就完蛋了吗 哪里还顾得上 我们只愿意去医院和老百姓 我们高层抢口罩 下级政府也抢 我们默许大家 先保障体制内的生命安全 对于那些老百姓 要死要活 我们管不了 不仅管不了 还要利用瘟疫 搞一次大清洗 特别针对我党部喜欢的 各类群体和个人 把他们隔离起来 去感染病毒 啊 党的想法总 总是邪恶至极 在大灾大难中 不救人 反而去杀人的好恐怖 我们警警察 原本是保护人民的卫士 现在 现在都成为杀无辜人民的凶手 好恐怖 你 面对一个天大的事件 我党每天谎报感染人数 和死亡数据 真是瞒天过海 不可思议啊 这一次也能把一切负面的 都变成真理吗 这都不是问题 我党制造了多少大灾难 杀死多少人呢 都挺过来了 三年大饥荒 六四大屠杀 还有现在 都没有结束的镇压法轮功 新疆集中营 以及活摘器官 我党冒着全世界的舆论都能够挺过来 实践证明 我党一排脑袋 就可以制造 天大的人道灾难 都没有发生大的后果 是个关键原因嘛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具备撒谎 和掩盖真相的本领 党在港岛制造了好多人道灾难 还没有了结 面对瘟疫 党又再次制造人道灾难 那这些灾难 如何可以变成真理呢 这还不容易嘛 谎言重复一遍不行 就重复一百遍 还不行 那就重复一千遍万遍 就是真理 你们真理部 这样活得累不累啊 大陆人被逼得 都要学港民起来反抗 起来革命了 真理部 去死吧 龙头井 看来 我们需要好好地调教 调教你这种桀骜不驯的人 我们需要把你扭转过来 把你培养成为 跟我们大陆公安一样的听话 让你的兽性 狼性 还有魔性 这些潜能 统统被激发出来 要把你培养成为 与天斗 与地斗 与港人斗 与世界人民斗的出色战狼 想把我搞成 跟大陆公安一样 天皇 你有没有搞错 这些大陆公安 一到港岛就像野狼般的 强奸我们港岛女人 还专门上街 去抓少女 甚至用杀人来 来寻求自己 我恨不得 恨不得杀光这些 禽兽不如的东西 看来 我必须启动程序 用高科技手段 给你们打强心针 让你知道 我真理部的力量 让你们力竿见影 马上点亮 这叫真理部怪博 啊 哈哈哈哈 让你裂开了老师 我受不了了 你们每条就要一个人 好难受 我怎么受罪啊 我想被套在了锦咒 我成为了 酷炫 我都不选 这里 这里 我 我给你 我给你打也 我 你打也 你打也 打扰我吧 现在眼前又突然看到一片黑色 早已冒惊心 但现在看到的应该是一片白色吧 哦不对 现在感觉是黑色 啊对我确定是黑色 啊现在是一片白色 这不是一片黑色吗 哦不对不对 我同意港手港手的看法 也认为是白色 啊我的眼睛掉下来了 摸不到了 哦我我摸到了 但只有眼眶没有眼珠 哦对有眼无珠那个东西就是我的 哦我的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了 哦摸不到了 哎刚才一个圆圆的东西滚了过来想必就是你的头 那里面空空的 对没有思想的那个空壳就是我的头 啊 啊啊啊 不能 啊 看我呢 谢谢真理部救我 谢谢真理部 把我们从恐怖的因果专写救出来 看来今天的洗脑教育很成功 你们能够把黑的说成是白的 把白的说成是黑的 把眼镜说成是眼睛 还把头盔说成是脑袋 你们已经学会了说谎的本领了 我和许多香港警察一样 都在大陆培训过 我们港警一定要向大陆公安学习 把自己变成黑警 变成垃圾 才可以同化大陆垃圾警察 全世界的人都说 港岛大街上的警察才是真正的暴徒 我一开始就给港民定调是暴徒 后来也一再坚持这一谎言 大陆的媒体 包括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 也都说港民是暴徒 这谎言已经在大陆成为真理 看看看看 一个要同化垃圾公安 一个要坚持谎言为真理 这就对了嘛 这都是你们说的啊 我们真理部 可没有教唆你们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怎么做啊 我好像听到外面又有集会游行的声音 越来越近 国务警官 听到了吗 港民说要要清算我们 我们最担心的终于来了 怎么办 真理部你快出来啊 用你的镰刀和斧头去驱赶他们 赶快拿出你的谎言去击退他们吧 看来真理部已经跑掉了 在这关键的时候跑掉了 可是我们也没地方跑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出去加强警戒呀 我这就去安排 加油 加油 他们一大片人已经站在门外了 我又看到那几个字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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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中共 他真的有摔倒了